她就這樣 她說我沒有帶泳衣 怎麼下去沙灘 不要緊 她自己脫了褲 只有一條T恤 短切切 就看到她是三角褲 但是那個男生說 那個女生 她插了整個鮑魚 那些衣毛 好像海膽一樣 插了出來 她告訴我 那個男生跟我L小姐說 不用了 不要了 不用了 很殘忍 真是生眼挑釁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 剛才聽到一位網友說 想不到你不是為鬧而鬧 有些質素 遲些你們會更加感受到我這件事 希望大家享受 拿到資訊之餘 也得到歡笑 我有個新朋友 The Angela Mimmy 歡迎你 OK 看到很多珍貴的相片 也在YouTube頻道Smart Travel 找到這麼有心思 廣東話的娛樂頻道 沒有哪幾個好像我這麼多心思 所以睡得少之餘也是值得的 因為你們的留言 OK 我們現在看看第一單的娛樂新聞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 喂 笑鬼死吧 何依庭 胡鴻君 羅天游 阿瑜 還有米雪姐 主演一個新版的 十月初五的月光 剛剛播出了 今天星期三 播了兩晚 但已經爆發了 留言信箱 罵到爆發了 他說當中的劣評不斷 原因就是和 當然有比較 跟2000年版的十月初五的月光 當年是由這個 那時候 我相信他現在沒有做了什麼微調 但你說做化妝 醫美那些一定有 蛇絲曼 美女 但是 喂 你一個何依庭就行 行不行 大佬 我見到短片 讓人害怕 大佬 然後還有張志琳 這個更加不用說了 張志琳就真的超級帥仔 你找一個平面方角的電視機 放在電視前面 即是我現在要看畫中畫 P&P 是不是 即是Picture in Picture 看到一個平面方角的電視 再在電視裡面又有一個平面方角的電視 就是胡鴻君 OK 當年有馬俊偉 薛嘉賢 嘉賢姐 主演的作品 成為了TVB的經典劇之一 除了因為角色突出之外 劇集也談及到澳門的情懷 成為了經典的主因之一 劇情就夠狗血 其實我當年都沒有空 但是我略略知道他是一個雅 即是雅仔 暗戀一個的 錫斯曼 然後可能雙手拱養了自己心愛的人 另外張志琳有唱他的祝君豪 今時今日還有很多人喜歡聽那首歌 以下綜合的網民 他們覺得這套劇是三大死因 當然我自己也有加他們的死因 其實由TVB決定開拍到最近的宣傳期 大部分的網民都對這個劇 不抱任何期望 主因就是太難超越了 你們有沒有出現疫苗子 因為一個是經典帥哥 張志琳 一個是經典美妙佬 蛇斯曼 你怎能隨便找我 去耶少陋 一下我預再說 那就太難超越了 甚至 你找人 пять某戲 你找人可扮演那個張國榮 張國榮 張國榮了這麼帥 雖然劉晋謙是帥哥 但是沒有人可以超越這些帥哥 黄金比例的帥哥 这些帥哥美女 但是胡鸿军肯定就算磨了筛也不是黄金比例 怎样可以取代张志林 你真的完全没有帥哥的胡鸿军的 或是贪欺他可以唱主题曲 一鸡两尾 甚至有人建议他不如重播完版取而代之 真可憐 这么辛苦 棉干碎湿地拍了新版本 怎料人们出来说不如你播放以前那一套 放在黄金时间里 不要放在深夜凌晨那样 可能比这一套更高 不要紧要 怎么说 时运高博一铺 他可以两部一起播完新版本 然后立即播放旧版本 这样也可以 这样可能这个节目安排多人看 因为人们今时喜欢吵架的 对不对 喜欢吵架的 两个一起播完 譬如说8点半播新版本 然后9点半播新版本 肯定吵架 一路看一路吵架 对不对 因为社会现在太多怨气 有空可以吵架 都可能很开心事了 当笑扁看 对不对 你新版本就当笑扁 对不对 好了 结果这个剧集一出来 新版本 就已经议论纷纷批评论 占大多数 不要紧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 他们都是不失为一个策略的 因为李璧华一句名句 他说 恨也需要动用感情 有人说比没有人说 对不对 好了 他说批评占大多数 因为网民就狠批这个新版本 是失败之中的失败 哈哈哈 最主要就是破坏了经典 原本初哥哥在他心目中 也是一个帅哥 突然间变得平面方角 就是单张椅子 哈哈 红A椅子 那些大佬 整块面 拿起他的面 不过这件事 很贱的 因为以前在旧公司做 有个女孩 就算现在没有以前那些那么漂亮 没有十几二十年前那些那么漂亮 但是现在做那个行业 叫做普通 都不是去到那一个 我告诉你以前的公司有个女孩很经典的 那她的样子就很奇特 糟了 我如果说那个名字 我一定会被人罵的 她有点像奴米雪的样子 哈哈 像奴米雪的样子 但是奴米雪当然是她的性格可爱 没得比 但是那位的空姐同事 她就像奴米雪那样 但是她前面是奴米雪 但是后面 因为那些人很差 拿飞机上面 那个 什么 就是那些盘 他不是拿饮品给你 不是有个小小的 那些餐盘 不是小小过大长方形 那些人趁她走在后面的时候 拿个餐盘去量她的头 她的头就是平面方角长方形的 那量量她的头 那些同事 有很多贱的东西 但是我当时觉得很惨 但是她自己不觉得 她说我又说一样东西 八贵东西给你听 发生在同一个人的 你幻想是奴米雪 就是一个空姐同事 那么她呢 有个男孩告诉我 他们去澳洲 然后我问她 你们去到澳洲做什么 她说没有啊 我们和那个女孩 就是一个L小姐 L小姐也有份的 吃完饭之后呢 她就提议 去一个叫奴巴 澳洲的地方叫奴巴 奴巴就是裸体的沙滩 那就是去到呢 你很多人都可以脱衣 脱衣服的 连上围那些 就是胸围那些 上身的全部可以脱衣 在沙滩走来走去 那么她说她在看东西 整班几个女孩 和那个男孩 她就去到沙滩了 但是呢 你没可能真的 这么开放 识得的 但是你 非一班机 你不是说真的 很熟很friend 你照计很难 在她面前脱衣服 对不对 但是那个女孩 L小姐 就是人家找个餐盘 去量她的头 就是长方形 她就这样 她说 我没有带泳衣 怎样落去沙滩 不要紧 她自己脱衣服 只有T恤 短贴贴 就看到她有三角褲 但是呢 那个男孩说 那个女孩 她叉了整个鲍鱼 那些胭毛 那些胭毛 好像有海胆 叉了出来 哈哈哈 她告诉我 那个男孩 跟我叫L小姐 哎呀不用了 不要了 哈哈哈 很残忍 哈哈哈 真是闪眼挑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其中一个想起的 为什么 我说 由这个平面方角 讲到那个L小姐 那就先回到这里 大哥 因为你们不喜欢我 我就读新闻 说回以前的笑 就是这些见闻给你听 对吧 所以在这里 smart travel 不是只听人家读新闻 那么简单的 OK 那我继续讲 她说 很难超越 她说 一出来 就死因 有三个 就是呢 选角 劇情 和演技 三方面 在选角的问题方面 她说 金星最离谱了 原版的竹君 不是 阿君豪 这个角色 就由这个蛇斯曼去演 当年蛇 就凭着这个清纯 又带几分巴辣 挖强的气质 成功了入屋 事实上 就是找 当时找蛇斯曼 她本身真的是这样的 她的样子 她的样子有点纯 但是巴辣 有些女孩子是这样的 就是伦家女孩 但是呢 又巴巴臂臂 会抗影出头 他完全入形入格的 做这些角色 跟着她说 相反 由这个何依庭 飾演的新版君豪 就比之为MK 未农的 其实是真的 因为我刚才 看到那段报告 就是那个新闻 跟着呢 他里面有一条短片 按进去看 哇 真的很MK 大哥 你还有一些发型 大哥 那些发型 你现在下MK 已经chill很多 因为呢 旺角 深水埗 那些 有一条喝咖啡的街 其实呢 你已经抬举了去 现在MK 已经很文青 某个角 那里 你不要以为我不去 我整天 我一有空 我就过去深水埗 看看有什么便宜 然后感受一下 真的很贴地 那些这样 所以呢 他应该 如果你说他MK 现在MK MK 深水埗那段 已经很文青 所以呢 他已经抬举了去 用MK 远不及当年的蛇斯文 另外 网民又认为 由胡鸿军飾演的文初 顏值 不要说未及 大哥 未及张志林 直接拍马 拍马匹都追不上了 当然就是其次 最难接近 就是同样 就是街坊录的张志林 当年 就是几分岗值 原生胡鸿军的一个招职 但是最惹 你这个网民生气 原来就是 唐文龙飾演的金星 新版的郭志豪就被批 肥肿难分 本身郭志豪很英俊 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的造型 你弄去古画古画仔 也不用那发型 好像憤怒憤憤的 鼓仔有很多的膠頭 他說氣質和最初的男子格的唐文龍相距太遠 另外部分原版主要的配角就是被淡化 例如原版的腦震訊飾演的訊數 這件事不用知道,因為也不是太重要 第二個死因就是劇情問題 應抄不抄?不應抄就抄到足 怎樣?我想知道 他說明新版《十二初五的月光》 劇情當然是模仿的 之前作加以改裝的 但新版的確是以這個前提的 故事的背景、人物關係和原裝相距不遠 只是QE即是米雪扮演 由君豪媽媽變成阿婆 用不用啊? 君豪,米雪姐做人媽媽都可以 放在米雪姐做阿婆 然後曼珠沙華、康華的角色 變成了QE的女兒 真的關係都非常複雜 二世祖的曼佩奇 變成了抗結型 海景叔賣豬肉乾 變成了賣海味 等等以上的改動 雖然衛生版的不同 而POLO 但由於前作是經典 可能我覺得賣豬肉乾 變成了賣海味 可能這次賣豬肉乾的店 沒有贊助他們 那就不幫他們賣廣告 賣豬肉乾 賣海味 可能這次是海味 他們有贊助還是沒有贊助 然後他說 不過 最激死網民的設定 就是文初變成啞巴的劇情 新舊的文初 都是被強冠 複色性液體 加上受經過度 而失聲 而醫生暗示只是暫時性 什麼意思暫時性 就是突然間大結局 突然間那把聲音回來了 OK 回來 然後上台唱首歌 就是竹君浩的首歌 唱給他聽 做這些感人位 這些粵語長片的橋段 就是賣下伏線 就說他是暫時性失聲 遲早他會再開聲 然後你說 家裡的家庭觀眾 會不會突然間改了這個劇情 他在家裡大拍手掌 哈哈哈哈哈哈 對了 好了 就是想做這個驚喜 然後網民就跳出這個盲點位 表示新舊版的QE 都是不肯帶文初去看醫生的 由得他 眼睛很殘忍 當初期望新版會有所改良 但是就抄到十足 另外一方面 網民質疑新版的QE角色 就是1988年的時候已經適眉 但是原裝的1970年的故事背景 是比較 之下是大失個說服力的 另外第二就是演技差 各人的演技都差的 他說何依庭 一開始就一人扮演三個角色被擺上台 今次這個女主角可以說是委屈 委以重任 不單止演這一個君豪一個 更加擔任自己媽媽 朱沙沙 以及年輕版的朱沙華 哈哈哈哈 是的 哦這樣 就是連那些林記都省了 是嗎 那些什麼 以前那些 你演他媽媽年輕的那些 你都說會找個臨時演員 現在他委以重任之餘 也是一個人收一個人的片酬 但是可能做三個人的事 那些數字都挺省的 那將來那些無線的臨時演員 可能全部都沒有東西要做的 個個都是這樣 可能是想縮數的 這些 這個安排並不是為了那個戲 有什麼的改動 完全是因為那個荷包 就要看著 就是看菜吃飯 那三個人物和人物的角色 完全不同的 那由於這個朱沙沙 朱沙華一開始的感情非常好的雙包胎 在第一集 何依庭經常自己用自己對戲 對著空氣做戲 那接著 那個網民就表示 完全不合格 刪眼兼讀稿 狠批 好出氣 因為太over了 那除此之外 胡鴻君飾演這個文初 又被指目口目面 當年做手語就表達不出 當年張志琳那種版本的情緒 因為當年張志琳做到那種有感情 就算你做手語而已 你是啞 但是你也可以用你的眼神 表情 微表情 或者身體語言去表達 但是現在被人感覺 他目口目面 完全沒有演技可言 樣子已經不夠漂亮了 上天對你真的不公平 樣子已經不夠漂亮 原本他的聲音 他是一個歌手 偏偏要拿了他的聲音 不知道 接著他說 年輕一輩的演技 都可以體諒 但是貴為這個 演技派的米雪 亦都被網民批評 沒有驚喜 其實 又不關米雪姐事 可能是劇本 是劇本的問題 因為米雪版的QE 被指為現演 這個逆天奇案 沒有什麼分別 OK 接著網民 看他們的留言 懂得看就看留言 已經是超級好笑 劇情早就知道了 年輕一群演員的戲質太差了 像一群MK在背對派 演這個小學生 演這個小學生畫劇 看不下去 完全講中了 這個網友真的太過超前了 一語重的 接著他說 舊作太經典 阿蛇和Chillam做得太好了 又真是很難投入新版 君浩是一個很純的女生 同意找Chantelle做總釋合 那就是 Chantelle Chantelle 是有錢女 做不做到 她那種有少少都 殘雞妹那些 那樣 可以做造型方面 但是太遲了 too late OK 好 接著另一個網友 有好笑 他說 為何文初和君浩都長大了 但是阿米雪的髮型一成不變 而且劇情穿梭未來 來到2022 哈哈 現在大家都還是2021 這個不要緊 穿梭不要緊 不過你說她幾十年前 還有她之後文初和君浩都長大了 她媽媽的髮型都用了一成不變 那有可能有些 師奶是這樣的 可能用開髮型師一用 可能用了幾十年 少女時代 媽媽也想做一個少女 那你不要太挑剔 有些媽媽 好像以前我媽媽 就是很年輕的時候 一用 一用 用了幾十年 因為她經常用那個髮型師 因為想著 就算80歲 都希望 或者70歲 70歲都希望 好像一個少女的心態 好了 文初和君浩的樣貌 普通 演技平庸 沒有觀眾緣 最搞笑的是嘉燕姐 以前嘉燕姐是演君浩的媽媽 現在這個版 米雪就演君好的老婆 都是舊版的好看 新版完全不行的 有些人說 這個胡雄君的腮骨 為什麼那個角字面翻過來 刀削面好說 有人提議初哥哥用余德成 余德成是真的可以 余德成真的可以 最好 不要差太遠 胡雄君怎麼稱得上帥 你還要跟一個張智林比較 但是如果 你說找余德成的話 他不可以跟張智林比較 但始終都是一個帥 都沒有平面放割 而且他的氣質都是純的 現在有些人說 胡雄君的臉太青 好像有一點點剔東西 我不是說他剔東西 但他的臉太青 血色都沒有 你怎麼像一個熱血的青年 好了 有個網友說 女主角是美女 但不是小女孩的感覺 好像二奶的 或者第三者 哈哈 如果有些人說她 以前MK的感覺 不奇怪 好像漏打 到球場 死靚妹 你不跟我 跟誰 給保護費 那隻 真的 不是開玩笑 我看到她 一球 那些軟發 很有那些 哈哈爸爸 在球場 踢人入會的女生 大哥 你怎麼用 鄰家女孩 大哥 以前 尘斯曼 哪是這種氣質 那整套戲看得很激氣 最生氣就是 好了 你說整套戲的網民這麼生氣 但是最生氣是誰 我相信最生氣的一個人 就是Yoyo陳志堯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何依庭 就是在今年年頭的萬千聲輝 台慶 什麼鬼 黑面那一集 他黑面 然後 何依庭坐在他旁邊 就是給了一個很錯愕的表情 原本說他 王浩信說 多謝陳志堯 然後鏡頭拍到陳志堯的黑面 然後 看到 那個鏡頭裡面的四分之一 右面 就看到何依庭很錯愕 看到他 哈哈 看著他 然後 沒事了 以為Yoyo很開心 誰知道他很錯愕 就是那個鏡頭 令到很多 那個鏡頭很多人會看到Yoyo黑面 鋪天蓋地 但是這個佔了當時那個鏡頭的四分之一分量的何依庭 竟然在那個時候被監製認識他 但是何依庭做到你女一 但是Yoyo都還沒有做到女一 至少我不知道他現在在拍什麼 但是他現在還沒有一個女一的劇 你還要放這套 這麼失敗的翻版 十月初五的月光做這個台慶劇 如果我是Yoyo 他已經生氣過你們所有的網民 說他做得不好 對不對 你讓他做一個重要的角色也好 現在你給何依庭 所以整件事最生氣 網民和我們都沒有關係 部份網民也有公道 他說首集創下這個近月的劇集的新高 22.2 當然有些人看著他罵 看著他罵 對不對 可能有些人對以前那集是有感情的 可能也要看看你怎樣壞 這些可能是他們的策略來的 胡鴻君取代了以前的文初那個張哲林飾演的 竹君豪就是何依庭取代了蛇絲曼 原來何君亭出道的時候 剛剛第一次有一個角色做一個網紅的空姐 在哪一套劇集呢 就是機場特警 原來他和楊明當時有對手戲 劇裡面也有不少出位的演出 第一集就已經敲爆給楊明摸大腿 之後就因為向網民爪數 穿比肩來倒奶去洗車 成功搶露彈起 這個分分鐘有potential 做第二個賽斯輩 大家拭目以待 另外呢 在這一套新的就是這個珠沙橋由米雪取代這個世家宴 師徒禮信就由羅天宇代替馬俊偉 原版的師徒禮信最後和君豪結為夫妻 然後曼珠沙華呢 曼珠沙華 由姚嘉莉代替陳曼娜 曼娜姐當然好看了 但是曼娜姐現在有這麼多節目又做派對 然後又瘦一下身 裝修幾百萬人裝修這間豪宅居 那麼有空去理你呢 是不是被人吵過 哈哈哈哈 然後除了這個QE由米雪頂上 曼珠沙華的角色 現在曼娜姐已經70歲 她其實有個氣勢在這裡 最後這個角色就給了姚嘉莉 不知道她會不會演出這個 這麼霸氣的曼娜姐取代 她也聽到她說 我曼珠沙華最講道理的這句經典對白 她們預告了 然後金勝就由郭子豪取代唐文龍 然後全海景就是石修 石修剛剛才73歲 其實石修真的很有型 她就取代當時的顏角梁 好了 一說 其實呢 你說 喂 這麼難挑戰 為什麼你要有這麼多一套經典劇 你不選 你要選這一套來拍 裡面的男女主角這麼難取代 其實你可以拍肥貓 肥貓正傳1997年 原來就是鄭則史 但是我應該不是無線的 因為我突然想起一些上網看一些經典劇 其實呢 肥貓正傳這些 演員突然增肥的 增到好像鄭則史 那當年的女主角是誰 當然是江美儀姐姐 原來以前也挺漂亮的 現在成熟了 也有女人味 這些演員 他不好利用 你就算找米雪 你不要找他扮婆婆 找誰 江美儀做他媽媽都可以 所以說他這麼多演員 都不會找人 無線的人奇怪的 另外呢 我覺得 有一套翻拍都很好看的 叫做風神榜 在2001的 因為風神榜是經典的故事 我早前也說了 其實在紫微斗數裡面 各個星系 都是用風神榜裡面的故事人物 去演繹 演繹他們的名字 所以風神榜的故事也很好看 比你經常拍攝什麼 射丟英雄傳 但是 裡面 找誰來做溫碧下 如果你可以找回 跌撥溫碧下 做坦記 其實他現在的樣子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如果你能夠找回 別人叫他姐姐 他吵到別人爆 哈哈哈哈 叫什麼女神 罵網台台的組織 叫他女神的話 就是凍靈女神 女神就女神 幹嘛說凍靈 就是告訴別人 新網友不知道我幾歲 可能他在百度那裡 還是寫自己二十多歲 哈哈哈哈 被你揭露 凍靈的意思 就是我現在很老 年紀很大 那你那個男直播 直播那個partner 不對 真是活該給他 我們要幫一點 Irene姐講小說話 哈哈哈哈 好了 但是 他們上網 看看最近 那些人最熱手 那樣 除了罵十月初五的月光 ViuTV的王牌節目 《全民造星4》 上星期五 19號 選出了60強 整個星期 連登高登的話題 都是在說 他們進級的結果 一面倒罵兩位導師 梁祖堯和許廷鏗 其實我昨天的影片說了 所以我現在就不再說 你要看 就看我昨天 現在在說 最後就是這個 演這個初哥哥的 那些人覺得他不是演這個龍啞人士 就像這個弱智人士 所以 我想 那些人罵完之後 不會有耐性才在看你 怎樣演這個弱智人士 所以 不是祝君好 是祝你好運 好嗎 娛樂半世紀 是經典又貼地